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近日在香港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 他表示能够在这个时间做一个中国人非常高兴 能够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也很骄傲 访问的房间里当天摆放着一张用相框保存着 已有80年历史的泛黄肖像照片 这是1939年夏天董建华两岁生日时 父亲董浩云亲自为他拍摄的 题字为《笑迎者大时代来临》 当时的他还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往后的许多岁月里 他慢慢的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那我两岁也不是很懂的 但是呢在今后的很多的岁月里边 日子里边他经常跟我解释 你年轻很用心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欢迎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中国人要带起头来了 要有一个新的努力 将来我们会做得很好的 所以一生呢 我就也是参与在国家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高兴的看到 他讲的真是对的 新的时代现在来了 我们是不同 1997年 随着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 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香港回归后 董建华出任第一任 及第二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和基本法做出重要贡献 2019年9月17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主席令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 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是42位获受国家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的人士中 唯一一位香港人士 董建华称 一国两制是一个创举 在他看来 一国两制不但对香港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国家复兴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策略 我们也要记住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本身 不但是对香港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一个国家的策略来的 这个策略在我们国家复兴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邓小平先生 他推这个一国两制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唱剧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全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 两个制度到底怎么一回事 但是他的智慧就是他看到 有些香港人可能不喜欢社会主义 还是喜欢资本主义的 他认为说 不要紧的 他的高度的智慧 将这个战争的 这种的可能性 全部都打掉了 香港回归22年 董建华称 一国两制在港的实践 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虽然在土地房屋等问题的处理上 仍有不足之处 但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全世界这个是第一次做出来的 那么香港是第一个地方 在执行这件事情的 习主席最近也说了 一国两制走得通办得到 一定是可以的 那我做了这样多年的特首 我也同意讲 绝对是办得到的 绝对是办得到的 过了这样多年 差不多20年了 我是充满信心的 假如你问我怎么样 我说 我们一国两制 一直会走下去 而且会越走越好 在一国两制的实践方面 董建华称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在他看来 两制要成功 人民一定要对国家 有深入的认识 两方面都要做好才行 两制要成功的话 这个我们的人民啊 一定要 要对国家 要有相当的认识 而且不是皮毛这样的认识 要深入的去认识 那么才能够将两制就弄得好 假如说你不理一国 只搞两制 那一定不行 你只搞两制 只搞一国 不理两制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了解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那我们要一国两制做好 两方面都要做好 他才可以 董建华至今人记得 父亲跟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我相信你将来会为中国人而骄傲 他表示 能在这个时间做中国人 他很高兴 能见证和参与国家的发展 他很骄傲 他讲了一句话 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我相信你将来 自己为中国人骄傲 给他讲对了 对不对 我们在走的路线 很准确的 因为年轻人都觉得 这个将来会更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够在这个时间 能够做中国人 我是非常高兴的 那么有机会参与在里边 一个小的就是 我也是很骄傲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而且他们将来有什么 我们在这种程序里面